在农会专员带领红茶专家来到地利村农地后 对原乡地区拥有良好的天然环境是感到相当满意 未来若种植红茶应当是非常适合 这块地点因为非常的平淡 然后又在一个山道处 然后我觉得整体的环境的风湿 这个环境让我感觉非常的好 种这个红茶后 我们是只有因为我们比较老了嘛 我们的规划说干脆把这个给它种红茶 新一乡农会长期为了发展在地特色 对农业发展是不以余力 这是希望扩大红茶种植面积 对农民来说是一个发展契机 而新一乡的新奇 也将增添新一乡新的特色产品 我们常常在讲物尽其用地尽其利 这一次新一乡农会 为了推广红茶的一个产业 特地找我们红茶的专家前来指导 然后配合我们地理的一些气候的一个地理的环境 来这边做专业 我相信这对我们整个新一乡 既有的棉叶葡萄 还有所谓的它的酒庄的一个农产 附加的价值的农产品以外 这是一个新的一个途径 这次农会希望借由乡内荒芜土地加以火化 主目的就是希望提升农民们的经济收入 而这样的结合议员成熟会是相当的肯定 只要我们在地政府机关 就是我们的农会忧心来辅助 我们在地的这些农民 他们一定愿意来跟农会做一个结合 可以希望用这个结合 让我们的农民建设到他们 导致的这个经费 但是也都可以帮助他们 做到他们丰富的一个收集 所以真的感谢到我们新一乡农会 可以来辅助我们地理川的这些农民 来再见到这个农会 农会专员表示 农会过去在与鱼池采改厂的合作下 所制作的红茶获得市场不错的回响 这次与农民合作要扩大生产面积 相信对项链农业整体发展 也有提升的作用 明星网环环新的采访报道